你們給外送員的這一代怎麼會沒放降 然後他說 對不起 我說是你坐計程車拿來給我吧 他說這位先生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講話怎麼這樣 然後我老婆一直在那邊暗示我說 你不要那麼大聲 人家會認出你來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老婆 已經豁出去就對了 你這個聲音 一聽就是沈玉琳啊 然後我就打定主意 對方不可能透過電話認得出我的聲音 然後我就越講越起勁 越講越大聲 然後他突然冒一句 你不要這樣啦 沈先生 好啦 好啦 你叫屍仔 我們就招待你嘛 沈先生 為了怕他到處給我亂喘 你知道嗎 過一個禮拜我還真的去他的店裡面 說老婆 還在那邊趕他高官 自己要 自己要裝兇狠 裝完兇狠還要害怕人家被傳出去 還要在那邊裝我 嘿我來了 我就是沈先生